欢迎来到欧马克哥哥生日的马克信箱 祝欧哥哥生日快乐 他可能从来没有被想过 有一天他会被叫欧哥哥 我明明姓沈啊 没有一个是有关 欧哥哥 哥哥生日快乐 虽然就是你会听哥哥妹妹有意思 不会听马克信箱 但搞不好你爸爸妈妈会听到吗 会传给他 妈妈听到传给他 不是啊那我干嘛不自己传给他就好了 不是妈妈会说 哎哥哥啊你知道吗 弟弟在他节目里面祝你生日快乐 我妈的确是非常的认真 希望可以 而且她听到自己的一对宝贝 在节目中这样相爱祝福对方 妈妈一定会很感动 你看哥哥啊弟弟在做节目的时候 都没有忘记你 对对对 这好像是我妈毕生的梦想 就是你说手足之间的感情浓烈吗 对对对然后彼此照顾彼此照料之类的 当初妈妈想牲两个宝贝就是希望你们可以互相扶持啊 中间为什么隔九年 妈妈友台 自己想做的事情啊 妈妈不能在这九年 去追寻一下自己的人生吗 没有啊 我妈真的把所有的生命 都奉献在我们身上 她说起来有点难过 可是不管是我妈 还是我爸 我问她们说 那你们人生 还有什么想做的事 她们说没有 可是那不是很赞吗 她们已经圆梦了 她们现在就是在山中 像雨温海那边 就是你知道 轻飘飘的看待这个世间 有一些什么 去哪边 哥斯大离家 这种很神秘的地方 想去哪就去玩一下 看一下 然后一对宝贝 两位都功成名就 有一位还当了CEO总裁 这也是人生不用烦恼了 哥哥生日快乐 我们来回信吧 好 马克信箱呢 就是在回复听众的手写信件 欢迎你可以把你的人生 记录下来寄给我们 我们就会在这边念出来 我这边呢 有两封的明信片 第一个是 每天都在摸简体的粒粒 这一封信是来自于 2021年的6月7号 说是三级警戒的第四周 真的充分感受到烂主管的烂 只有他自己才能比自己更烂 刷新最烂的标准 疫情期间碰到这种 真的真心累了 还有树懒阿关 这是我记住的第一封信哦 预祝你们2021年的圣诞 阿关 关门的关 其实是希望念到我的信的时候 疫情已经有好转的趋势 有哦 有哦 另外马克玛丽会想要打疫苗吗 可以说说对疫苗的看法吗 现在需要吗 我们也从来没有在马克信箱里面 讲过嘛 对不对 但现在已经不需要 我们就 pass吧 好 最后感谢你们的存在 希望你们可以继续坐下去 感谢阿关 教主教务你们好 尽管有一阵子没有收听马信了 但想跟你们说一声谢谢 因为我在很彷徨 受爱情所苦的时期 都是借马信走出来的 听节目就会心情自然的好起来哦 然后在活动现场 遇到的典友们都很热情 觉得我们全部都是在同一艘船上的人 那因为疫情的关系 毕业后待一阵子 才找到现在这份工作 我是媒体业的编辑 也算是我一直想尝试的工作 没想到我真的就成为社畜了 我会在这个产业好好活下去的 希望未来可以在工作上跟你们合作 预祝你们的新书大卖哦 谢谢 欧小柔你可以跟我说一声 You're awesome You're awesome 谢谢你 我是台北的Noah 付上五十元 来了一封美国的来信 付上了美金 US dollar 多了 多了 5块钱 我是住在美国的巴伯 写信的时候呢 是2021年的6月20号 是我跟我老婆一起出国 生活将近三年 你们念叨的时候呢 应该是2021年底 甚至2022了吧 不好意思 是2023年2月2号 认识你们呢 是因为我老婆啦 她从国中就在听你们 以前我不太听Podcast的 但现在我偶尔会听你们Podcast睡觉 我们在国外的生活啊 开车 煮饭 洗衣服 都会听你们的Podcast 所以你们是我们生活重要的部分 像你们刚出的那个 废新闻啊 实在是太废太好笑了 可不可以点啊 哇 真的我们在2021年的时候 是蛮认真的做Podcast这件事情的 在海外生活呢 是比在台湾辛苦更多的 但你们的言语 笑声就是让在海外的 我们生活更快乐的全员 我相信有很多的海外留学生 会同意的 所以超级感谢你们 你们超棒 You're awesome 因为老婆的努力呢 她很优秀的申请上了 美国好学校的硕士班 这就意味着我们即将开始 一到两年的远距生活 想要请你们用你们的言语 任何搞笑痛都可以 祝福即将要去外地念书 生活的小鱼 Little fish 鱼是女字旁给予的鱼 Little giver 对你要祝福他 I hope you smooth good 我竟然猜错了 我竟然猜错我等了好久 我想你想那么久 最后一定只是一个good而已 什么 smooth好不好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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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小鱼呢 听到一定会非常非常的被鼓舞 这是最棒的 真的吗 真的刚刚那个会被鼓舞吗 她说这是最棒的圣诞跟新年礼物啊 最后想要放闪一下 谢谢陪我一起出国努力生活 丰富人生的老婆 没有你 就没有现在的我 接下来的日子 还有更多挑战 但也意味着会有更多的收获 我们一起加油 一起成为更棒的人 感谢巴伯以及余朔 马哥玛丽你们好 我是A 我在跟我前男友在一起前 我的个性是比较单纯 善良 主动 积极建立友谊 也很需要跟别人有亲密感的人 经历两年的吵架 冷战后 分手 我的内心非常的痛苦 为了缓和这样的情绪 我开始大量观看与阅读 跟 两性书籍啊 我开始大量观看与阅读 跟快乐 还有人际相关的影片 还有书 然后我开始把自己跟别人 分得很开 做任何事情之前 我现在都变成先理性思考 这件事情对我有利吗 如果不利 这个人值得我这样做嘛 各种权衡利弊之后 我才有所行动 不晓得是不是因为以前 我都是用本能的善良 不断的付出退让 却不被珍惜后 我无法轻易的相信别人 也无法和人建立起亲密关系 每当觉得好像 好像有点亲近的时候 我就会觉得 嗯 我想要回避 本能想要离开 人真的是很难改变 也很容易被改变的生物 我不会说全部的一切 都是前男友害的 毕竟每个人的情绪跟人生 都该由自己负责 嗯 可是我不懂的是 为什么经济独立会让人放心 追求精神独立的我 却很焦虑 难道只是因为我们的骨子里 都是全体生活的DNA吗 玛丽 你到底是如何一直保持选择 善良的呢 我刚刚那个没有断句吧 应该你如何保持选择善良的呢 嗯 玛丽有很善良吗 你有听这礼拜一一开始 我在命令我的狗去倒水吗 你觉得把你的朋友当狗 然后说要在他嘴巴塞一些 求状物的人是善良的吗 对啊 怎么会这样啊 应该对他生气的吧 我们来看看他如何举例我 他觉得我是一个善良的人例子 像是在面对喝酒最发疯的苏小姐 或是面对疫情股市暴跌 容易暴怒的马克 如果是我一定会太害怕就逃走了 但玛丽却选择留下来帮助他们 明明在那个当下 他们的样子看起来就是有害的啊 有害 这人 有毒 我这是他的问题 那我想要先说 我那个时候你有觉得我有毒吗 没有啊 对啊 我还好吧 他应该只是觉得他现在都会想说 这个人好像会一直影响到我的情绪哦 那你为什么还要选择 大家会影响你情绪的人旁边 就是因为你很善良吗 所以你想帮助他们吗 首先我没有想过要帮助他们 这个可能是你觉得我很善良 所以你替我多想了一步 觉得你留下来就是为了什么 我们可能要一起更好啊 我可能可以帮助他 因为还有很多种可能性嘛 比如说你刚刚举的那个例子 就是说苏小姐晚上会变酒鬼 然后玛丽一回家就看到背盘狼藉的那个世界 但其实她心里也是很阿杂跟很愤怒 但玛丽不是因为善良所以留下来想要帮助他 玛丽是因为她不想要离开 所以如果要离开 那你为什么不想要离开呢 你知道这个人有毒 你为什么不想离开呢 因为离开有很多的真正的自主性的选择 就是我自己觉得啊 我自己觉得 玛丽她也是在逃避这一块 就是她没有要自主的去 因为譬如说你要搬出去 你必须要找房子这件事情 我们之前有讲过嘛 然后这是一个很烦的事情 对啊 然后再来是 好就算真的找到了 你要真的把妈妈丢在家里面 放下这件事情也是 我觉得在情感上面 可能也对你来说不是太容易的事情 是个大事 对就是你要真的说 妈我找到房子 然后我要搬出去 那个对她来说 应该也是一种 像被抛弃跟分手的痛吧 对啊 我觉得我不口出恶言 就是我最大的善良 对于她这样子 对这是我仅存的善良 其他没有了 那我想要回应的就是 关于你说你在追求精神独立 可是你还是会感觉到 很焦虑这件事情 然后我在上个月的IG上面 有一篇文章 我不知道刚好你有没有看到 就是不管是冲突或是焦虑 就是你刚刚说的 你遇到了一些人 你觉得他会影响到你 然后你就想要逃避 就是你是一个本质上害怕冲突的人 那不管是冲突还是焦虑 这些东西都是我们下意识觉得 这是不好的 所以我们想要避开 但其实这些东西对我们的人生 是有积极的意义的 也就是说你现在觉得焦虑很烦 是因为你把焦虑归类在很烦的资料家 你不用这么的负面去看待焦虑 你可以把焦虑看作是一种提醒 就是他其实是提醒了你说 你现在还没有能力面对这个事情 那你是一个能力会不断成长的人 当未来你有能力了之后 你就可以面对到这件事情了 所以现在的焦虑只是提醒了你说 我的能力还不够 那我还要继续再努力 就只是这样而已 题外话 原本因为你们说信太多 所以我已经好几年没写信了 但我后来发现 有在定期写信的那段时间 是我人生中表达能力最好的时刻 难道这就是你们隐藏版的魔力吗 那本来你每天书写 你常常写信给自己 你就是会越来越懂得表达跟整理 所以大家 就算不是写信给我们 你可以跟我一样 就在你的社群上面写日记 然后这些日记 你可以设公开的 可以设非公开的 那各有不一样练习的东西 你是不公开的东西 你要练习的是更深更深的自我觉察 然后你要练习公开的是 你要在想 这个东西是会有人看到 那你不可以写一些 也不是不可以 就是你可以练习的写 不要那么自逆的东西 就是写一些可以让其他人看到的东西 这个首先你要先发现你有自逆的倾向 也是啦 嗨 Mark and Mary 我是菊 Hello菊 菊子的菊 今天是2021年的6月24号 感谢宇宙四与今天 一整天的好天气 这周几乎天天下雨的日子 让人心情仿佛被今天晒暖了 我要提笔记录今天的心情 安放在马信这个美好的树洞 今天是外婆丧礼的最后一天 是出病的日子 我回想从第一天到今天 平时高敏感又爱哭的我 这七天只哭了两次 我很爱我的外婆哟 我在家排行第二 小时候被外婆照顾到上小学之前 最跟外婆家的亲人感情比较深厚 第二天帮忙完丧礼的事情回家后 深夜一个人的时光 我才突然意识到外婆的离开 这是我第一次痛哭 在七天结束一切仪式之后 天空下起大雨 我一边喃喃自语 感谢上天 给了今天这样的好天气 一边看着照片的此刻 无预期的 第二次痛哭 对于外婆的离开 我其实替她开心的 因为外婆的身体 一直承受着大大小小的病痛 近几个月呢 也都有进出医院治疗 她离开前 没有太大的痛苦跟急救 算是安详的离开 但不想还好 当看着过往的照片 很多的不舍就涌上心头 下面这些话 想要对最亲爱的外婆说 阿嬷 虽然您是个个性傲娇的老公主 对家人永远都那么任性霸道 但是对我们三个小孩 都付出了最大的爱跟关注 您的爱是我此生 除了妈妈以外 感受到最有分量的爱 对我来说 外婆家就像是个港湾 而这座港湾 一直存在我心中 您的爱会伴随在我身边 成为我的力量 虽然以后想到您 心里会酸酸的 眼前可能也会起雾 但我会继续带着您给我的爱 去到更多美好的地方 您就任性的 做最公主的天使 没有病痛的遨游天际吧 我应万爱你哦 就用这封信来收拾 我不舍的心情 在COVID-19期间 希望大家用最大限度的防疫 来表达对家人的爱 珍惜所有的相聚时光 也希望 所有跟我一样 失去亲人的典友 相友们 都能找到心灵的平静 最后奉上 100颗啦 200元 写到这边突然浮现了 我偶像广众 鱼仔中的歌词 看鱼仔在那边游来游去 后面的 后面的 游来游去 在后面 我现在跟着你 哦 你还会唱哦 游来游去 游来游去 希望月光 吹你 逸来游 辛苦 是这句啊 下次再提笔写信 分享工作上的废物同事啊 以上来自于 菊 马克玛丽 我是彩色萝卜 虽然我算是 未受洗的清点教徒 但 未受洗 我们之后真的要有受洗仪式吗 受洗仪式是要喷什么 什么都可以啊 你是这个宗教的创始者 你想要喷什么都可以啊 你不要想一些喷些很脏的东西 没有没有没有 你真的很糟糕耶 但我真的是非常爱你们的哟 不晓得我的闺蜜 能不能猜出来这封信是我写的呢 但我入教的闺蜜是 多子多汁的水果 那是 多子多汁哦 西瓜 哦 西瓜西瓜 柳丁啊 好像很少水果的水 可以超过西瓜耶 对不对 橘子 都没有超过西瓜啊 西瓜超水 虽然我没有因为她的推荐 我马上入教 却给了一度陷入低潮的我 可以在当下与世隔绝的空间 另一个闺蜜呢 是爱唱歌的神奇宝贝 不在国内也跟我心灵相通 在这边要通过马克星香 跟他们说 You are awesome 希望我们三个在未来 还是一直连结到老 哈喽哈喽 2020真的是多事了一年 那也在今年跟我现任的男友 梅黛智 在一起了 没带事啊 虽然我们是不遥远的远距的恋爱 但我对我们的感情有信心 希望新的一年 我们可以不断的越靠越近 越来越相爱 谢谢你愿意很温柔 很体贴 给我满满的安全感 最爱你了 也要感谢一位赐笔名 给我从未见过面的网友 不好意思啊 11月10号没有送到你礼物 明年再说 那我自己在2020年顺利取得硕士再职班的毕业证书 非常开心 也因此有机会向公司主管历见自己 获得小小主管的生殖机会 开启我的菜鸟HR人生 加油 那因为现在已经2023了 我不太确定你2021的愿望 有没有成真 关于要减肥20公斤这件事情 但你希望这个COVID-19之乱 可以赶快平息 它的确是在平息当中 抖那10块钱 请问你们会邀请唐老师来吗 请唐老师来做危机解密 你有兴趣吗 好像现在都讲了一副 人家都很愿意来 假设嘛 假设我们要先问你有没有兴趣 因为其实我对唐老师的过去完全不了解 我就是知道突然就大家很 突然他变成了国师 对然后他出了书 好像真的是一个神预言般的守则这样子 然后很多人都觉得被讲中了 或是成功让大家避开了风险很神这样 但是他以前到底在干嘛 他以前就是也是上命运好好玩啊 他以前是不是演戏的啊 他有演过戏 我不知道他有演过戏 为什么我觉得他原本应该会往 真的艺人那一条路去走 只是我不知道是唱歌跳舞还是演戏 他出来的时候不是就已经是 我有印象就是他跟维维安是宿敌这件事情 之后就没有印象了 之前就没有印象了 对他真的太不了解了 你们好 我第一次写进来哦 我是Dokake 是台南念书的东部人 目前呢是收入微博的烟酒生 我先奉上200元 Donate Donation 我真的很爱听马克星香哦 一个人在家的时候有声音培我就不孤单哦 虽然记忆不是很稳的东西 但能证明过去存在的也只有记忆 没有啊 能证明过去存在的所有的数位档案都可以啊 所有留下痕迹都可以啊 但记忆真的很不可靠耶 好他想要分享一则故事 关于我的朋友 Kumo Kumo是一个温柔的人 我喜欢写信 他也会回我信 我们是国中暑期辅导同班隔壁座的同学 之后高中大学研究所都在同一所学校 我们相处 有点安静 我们都是不爱说话的人 常常 一个眼神 就能意会彼此想表达什么 Kumo真的很照顾我哦 像妹妹一样 国二的时候 Kumo在班上有一个很好的朋友 很亲密 在这时候我才发现 我对Kumo的感觉有不一样的感觉 那个时候盛行的是知识家 知识家就说这是同性恋 是不对的 是妄想 我没有其他的途径了解同性恋 我就开始觉得自己恶心 不应该 高中的时候读了女校 我想要忘记对Kumo的感觉 我就有点疏远他 这个时候我主动和J交往了 我就跟Kumo说 他就只是微笑的说恭喜 恭喜哦 后来因为不健康的感情经营 我们互相折磨就分手了 Kumo陪我一起念书 一起走去补习班度过学测 我在班上 也和另外一群人变得要好 上大学以后 我就跟Y开始远距离 Kumo也交了第一任男友 后来历经各自的分手 我们又开始密集联络 每周会挑一天一起吃饭 某天Kumo意味深长地看着我 露出招牌笑容说要告诉我一个很少人知道的秘密 我交男朋友了 是一个学长 我有笑着跟他说 很好啊恭喜你 今年我们就要硕二毕业了 不知道未来能不能跟Kumo在同一个城市 他对我而言很重要 也思考过要不要告知我的暗恋 但最近参加同届朋友的婚礼时 我开始想象 如果未来Kumo的人生大事 我无法以朋友的身份参与 或是无法与Kumo见面 可能会比他不知道我喜欢他 还让我难过 所以我把这一段 除了Kumo本人 很多人都知道的暗恋放在这里 证明这段记忆存在 如果其他你们共同的朋友 很多人都知道的话 我想Kumo应该也知道了 只有你觉得他不知道 亲爱的马克玛丽 我是入教快半年的狮子座小猫咪 我跟我前夫是在以前很红的 电脑语音软体上认识的 叫他小姓好了 陈姓红的姓 谁是舞迷 大家评评理 苏建姓的姓 那是我15岁 他29岁 认识没多久就开始交往 是我的初恋 一个月后第一次见面 我还骗我妈妈说 是在同学家过夜 还是被发现了 反正中间发生很多事情 虽然我15他29 但妈妈接受我们在一起 我也说服他 你让我跟小姓去台北工作吧 高中剩半年 我也没有读完 非常后悔 幸好小姓的爸妈 都是很好的人 很照顾我 小姓也一直想要小孩 也会说那一句渣男语录 我不想带套 我想跟你紧密结合 所以我做爱都没有戴过套子 我成年后 他开始中初 18岁左右 我怀孕了 表面上我若无其事 其实我心里很忐忑 因为我就不喜欢小孩 可是我真的太爱他了 就顺从他 结果后来 陪他没心跳流掉了 我松了一口气 但我还是没学到教训 还是让他没戴套 20岁 我又怀孕了 哇 这一次 真的要生下来了 我一直抱持着 好吧 顺其自然吧 直到小孩出生 我才慢慢清醒 孩子出生后 他不会泡奶 不会换尿片 不会帮他洗澡 他就是只负责 玩小孩 我曾经独自在家 顾小孩的时候 我崩溃的 我垂墙 我大叫 还好我的公婆 是神队友 虽然负担不起月子中心 但还是请了 一个月的月嫂 帮我做月子 公公下班后 也会煮饭给我吃 小孩半夜哭闹 婆婆会帮我哄 我很感谢我的公婆 小孩四个月大的时候 小欣被老板找去接一间店 表面说 我们合伙啦 但其实 他就是帮忙雇店的人 没日没夜 雇了半年 都没拿到钱 去要钱要钱要钱 才给 然后他又做了半年 还是不给钱 我们就收东西走人 店面就给他放空 其实我已经想不起 我是怎么撑过那段日子的 接着小欣又被朋友说 来啦来中部工作啦 因为还没有确定工作时间 就一直住在台中 就是我妈妈家 我也忘了住了多久 反正我们都没有工作 小欣也一直不跟朋友 确认工作 最后是妈妈受不了说 你们都给我回台北 被赶回台北之后 待了大约半年 终于确定时间 2017年的年底 在某个工作地方定居 一直到现在 是2021年 想到这边觉得 好像没写到什么重点 因为整段故事 觉得好复杂 我也从来没有 好好跟别人说过 19岁的时候 我发现他跟我之前 工作的地方女生有联络 从对话中 我看得出来 小欣喜欢那个女生 他也坦白说 我们开过房间哦 可是我们没有发生关系 我信了 可是这件事情在我心里 成了一个心结 然后让我对她的感情 越来越淡 之前不是说 被妈妈赶回台北吗 那段时间 我约炮了 结果2018年某一天 我在跟小欣做爱的时候 他突然问我说 你有没有出去约炮 我不知道哪根筋不对 我就说 有 他就更兴奋了 他常问我说 要三批吗 我觉得我们好像 变成了开放式关系 他开始会给我看 他如何撩他朋友的对话 还约他到我们住的套房 半夜趁我睡觉的时候 在我旁边做爱 隔天我还会装美食 问他说 爽吗 听起来真的很慌 没有 那时的我 觉得我自己好像疯了 我非常讨厌我自己 2020年我又发现 他跟手机唱歌的app 认识的女生在一起 我看着他们甜蜜的对话 就跟当年 我们刚在一起的时候一样 我真的很嫉妒 我也很难过 但中间那些复杂的东西 让我不会叙述 我不知道怎么讲 总之现在结局就是 我觉得我们两个都有错 我们和平的离婚 但还是同居当中 其实很多夫妻 他们离婚都还是住在一起 为什么啊 我也常常摸不透为什么 就是为什么 就是那个先后顺序很神秘 可是你问他们又觉得他们 就是看起来理所当然 我就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不明白 是因为有小朋友吗 所以还是要爸爸妈妈住在一起 但是彼此没有婚姻关系了 所以可以自由的交友 只是我们共用这个 共用这个空间 我们就是室友 这也要没有撕破脸的分手 才有办法嘛 对不对 现在小孩五岁了 他还是从来没有泡过奶奶 换过尿布 也没有洗澡 小孩的作业都是我在看 小孩对他来说 可能没什么用处吧 说来好笑 从小的时候 我的理想型是不烟不酒 不吃槟榔 但小心 每一样都会 还会在我怀孕时 在我旁边吸毒 虽然他没有上瘾 但我不懂 我到底为什么这么蠢啊 我就感觉 我很不了解我自己 所以有时候 我想去做测验 然后就问说 你是哪种人嘛 那种个性嘛 有很多问题 我都会想很久 想到最后我关掉不做 因为我不懂自己 我真的好累哦 谢谢你们读完这封 有点乱的信 谢谢你们这个树洞 我不开心的时候 心情都会变好 谢谢推我入坑的朋友 如果你听到的话 希望你不要嫌弃我 我没有告诉你 这件事情很抱歉 其实是我不想让你担心 但你真的是我最好 最好 我最喜欢的朋友 很爱你 那因为某些原因 所以我没有办法离开 希望念到信的时候 我已经脱离自己 同时也更加的了解自己 封上一百元 希望马克星香不要忘 为什么叫试做小猫咪呢 希望我觉得 我其实根本不像试做啊 我为了爱 失去我的自尊 我对他下跪过 我受了很多委屈 但我就是没有勇气离开 但下跪这件事情 是我一生的耻辱 我再也不会这样做了 懊恼那一个曾经下跪的自己 好难过哦 试着做小猫咪 我觉得你真的非常的辛苦 就是 但你还到现在 然后会整理 会显示给我们 我真的觉得你非常非常的棒 而且你已经发现了 就是你不了解自己嘛 那这就是一个可以下手的地方 想办法了解自己 然后去问问自己的心 到底在想些什么事情 就像最后你说了 就是这个人 根本就不是我的理想型 但为什么会被他吸引呢 你的背后一定有一个 你不认识的自己 他很喜欢这个东西 那种八九型的 烟酒样样来还吸毒的 就是这个 有点坏坏的 一般正常人都知道 我才不要跟这种人在一起呢 可是偏偏这种人 常常都可以吸引到人 是那种反差感很迷人嘛 他在外面好像都 对谁都很坏 他好像什么都不在乎 他突然有点 在乎我 可是也没有啊 他没有很在乎你啊 他其实也是把你当 可是这就是偏偏在 交往后 怀孕后 结婚后 你才会发现了 亲爱的马克玛丽 我是20W20之一 信被念出来的杨阿光 上次的信 分享被妈妈带去找仙姑问世 当时我妈要带我去问世 因为我曾经报仇 加上情绪状况不太好 可是我念建筑系啊 本来压力就很大 反正呢 我妈很深信改运问世 她觉得可以从宗教方面 解决我的困境 那因为我孝顺嘛 虽然我不信 我也一直嘲讽 可是呢 我又想说 算了 可以跟妈妈出门散散心嘛 我就开车载她来到云林的某宫庙 第一次的问世问完之后 马克的回复 还有跟朋友的讨论 这一次 我下定决心了 我这次去问世 我一言不发 死于脸 死于眼神 没错 我一点资讯都不给 我就看你这位仙姑 你要怎么表演 入座之后呢 我就静静的看着她 她看到我不说话 仙姑也不尴尬 就自顾自的说着 问世会改变人的磁场 很多人受到我的帮助 来 我给你看一段抖音影片 这是我女儿啦 怎样 你要给我看抖音影片 有事吗 你仙姑 这我女儿的账号啊 然后呢 你看 她以前也是很阴沉 都很负能量 但她一直有在问世啊 你看她问着问着问着 这整个人 渐渐哦 渐渐越来越正面啊 变很开朗啊 好 那我看你干嘛 我就开个抖音账号就好了 像现在她都在网路上面跳舞啊 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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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叮 跟大家一起邀请大家一起正面啊 你看看是不是 整个人都很开朗嘛 那我就沉默 我拿出我的手机 在我的note上面打上抖音影片 不可能 不是 她的抖音影片是要记录这个仙姑有多瞎 她要提醒自己写这封信的时候 不要忘记这一段 因为呢 仙姑讲什么话 我全部都没有回应 我只有嗯跟哦 她就开始跟我妈讨论一些 有能量的饰品要怎么样分送 还问 你有没有去带那些戒指啊 但她双手空空啊 本来就没有带戒指 我就默默看着她 大概是没话好说 她就说 妹妹啊 你要多笑啊 我跟你说 这种人真的好烦哦 你多笑好运才会来啊 你哦 规划能力很好啊 我妈就在旁边狂点头 狂点狂点 但你都不笑 这样好运不会来啊 不会有钱来啦 哦 笔记 论述龙头 因为我对她说的 真的都没有反应了 她就打发我 去收金了 蛤 那这个宫庙呢 有四五个师兄师姐 会在大厅啊 有人会唱一些咒语 有人会跳舞 那他们的舞风呢 就跟庄园大师差不多 天啊 这个很复古耶 跟我们红年代的人 应该都知道庄园大师啦 我们以前在青春点点的时候 不是庄园咖啡哦 但是对于现在可能一些新的听众 或你可能是大学生 你可能不知道庄园大师是什么 没有关系 我们有一个好东西 就是YouTube 你在YouTube那边搜寻 庄园大师 嗯 你就可以看到他 美妙的圆虎舞了 那这些舞呢 就是以一个点为中心 做一些大棚展翅啊 还有一些很魔性的关节扭动 哇 形容得很好啊 真的是这样跳 没错没错 远远看的时候呢 杀伤力也还好 但是当我站在被收金的位置 就是加入他们的魔幻舞台的时候 我真的忍不住在心里面吐槽 哇靠 这什么民俗技艺表演现场啊 随之而来的念头就是 我为什么在这儿啊 我是谁 我在哪 可能是因为太荒谬了 我在口罩下的嘴角 偷偷的失手 但没多久 师兄的指示 让我仅存的尊重消失了 他叫我 脱衣服 把口罩拿下来 脱衣服太夸张了吧 嗯 可能脱外套嘛 不知道是不是忽然失去了最后防线 或是其他原因啊 我完全无法忍住想笑的冲动 我憋笑憋得全身狂抖 看着师兄在我面前拿香跳舞 大概是因为太没礼貌了 师兄呢 就拿香带着斥责异味了 打了我的头 这个不敲不要紧啊 一被敲完 我真的直接喷笑 这一次呢 不论我怎么在心中告诉自己说 哦 我刚分手我好伤心 好 我们来想象现在在建筑系的评图 台下有老师看起来 超级不以为然的 不管怎么样说服我自己 不管怎么样转念 怎么想象啊 我都没有办法平静下来 我就是真活在当下 说完经以后呢 可能就是想回家了 也有可能是太好笑了 我就在仙姑跳针说 要笑才有才 要笑才有才的时候 我就说 我刚刚有笑啊 仙姑就回我说 啊你那个笑得太夸张了啦 她的话也激发了我心中的烦骨仔 哈 所以你要我笑 但我不能笑得太夸张 仙姑就沉默了 我就追问说 那具体多笑是要多多啊 一天三十分钟够吗 仙姑就不再说话了 开始滑手机 我就想 你对我的人生这么了解 那不如我来问点别的 那我以后还会有另外一半吗 还是我会孤老终生 仙姑说 这不重要 我就说这很重要 这关乎到我的养老计划 仙姑 继续滑手机 我就转头问我妈说 这里是不是不服务同性恋啊 这里是不是不服务同性恋 总之呢 后来仙姑就不太想跟我交谈 我就名正言顺的回车上睡觉了 她一开始可能还头痛 遇到臭脸哑巴 但我开口之后 她应该很想念不讲话的我吧 总之 跟你们分享这次的经验 希望你们还看得开心 最后想要留言给听到这一则的 小岛大学的朋友们 我很想念你们 社畜生活 我们一起坚强 给小岛大学的学弟妹们 闭设愉快 好好体验一下 我们的痛苦吧 要笑才有钱哦 这个杨阿光的信 来自于2020年的9月12号 这封信呢 来自于千寻 我跟我的初恋在一起三年 可是在第二年的时候 我就感觉 好像有另外一个人存在 即使我知道这个人存在 还被初恋 用许多不同的角色包装出现 我还是选择相信他 可是呢 好像老天爷安排一样 我跟那个女孩 上了同一所大学 参加了同一个活动 活动筹备的过程当中 我却听到 他跟别人说 我抢了他的男友 这种让人崩溃的话 那一晚 我才愿意正式 相信我的第六感 让我伤心的 除了是欺骗 被误会 我还心疼 再就感情三年来的将就 还有害怕失去的那一个我 其实发现真相的当下 我也同样心疼那个女神 可是冷静之后 我常常会听到那种耳语说 你抢别人男友 你抢别人男友 可是我并没有啊 明明被蒙在鼓里的 可能是我们两个女生 明明早在这个女生出现前 我跟我的初恋就交往了 但我却成了别人以为的小三 每一次要跟别人讲这段过往的时候 都会不由自主的哭出来 我以为是我过不去 可是 我看到了 曾之桥的了解了解之后 我才发现 怎样 不是关于过不过去的问题 而是我们都要拥抱自己的脆弱 我希望我可以在某一天完全忘了这段回忆 我一直相信 每个生命中出现的人事物都是有原因的 我觉得最近好像听这一句话听到有点泛滥 我觉得 你说拥抱自己的脆弱 不是不是不是 就是生命中发生的所有的事情都是有原因的 一切都是有意义的 就是这句话我还是想要 因为听了太多了 我还是想要提醒一下大家 就是当一句话已经被这么频繁的提出的时候 我们要想想他后面到底他想要给我们的是什么 我想要跟自己说 我会过得更好 更幸福的 人只能靠自己 祝大家平安健康快乐幸福 来自于台北的W小姐 在2021年的5月17号 台北的新冠肺炎进入到三级警戒了 那想要分享的是老板很荒谬 他说下礼拜啊 你们就去台东出差吧 excuse me 现在不是三级警戒吗 是不要出门 避免病毒传播 这次疫情我就看出了老板很自私的一面 反正在家工作 我直接气起来 开履历 找新工作了 希望大家一切安好 我是在台南读书的T 我去年年底啊 我开始爱上用底片相机记录每个开心的瞬间 底片要拍36张送洗后才能看到 我虽然等待的时间比较长 又不能用修图 不能套滤镜 可是啊 看到相片的感动 还有那个我用我手机拍出来的照片 是完全不一样的 有一种纯租公的感觉 你不知道你存了多少在里面 你杀了才知道 底片也是你吸了才知道 相周我把底片寄到相馆冲洗的包裹 被寄丢了 我年初到年底的美好水片都不见了 一年不见了 我的安慰日记 我拿无配券去买更贵的底片相机 我下一卷底片我一定要轻松 这封信不会也寄丢吧 希望一起离开 爱是有开心的事情 就是我拿到了好的实习单位 我还抽到了我最想要的一晃剑 我可以去看我英剧长版了 随性附上忍住手摇的冲动 50元 欢迎大家忍住手摇的时候 就加入我们的会员吧 每次想要喝手摇的时候 想说 我加入马克星要的会员 我是健康会员 我是健康的 我是Sun 最近我很烦恼一个问题 就是年 你说年意啊 对很年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是射手座的关系 所以在深深爱上后 会很容易陷入依赖跟年 这哪是射手啊 这不是传统印象的射手啊 你是不是连星座都搞不太懂啊 射手不是刻板印象 就rock'n'roll 我是深射手 rock'n'roll 杀无色的射手 你听到了没 杀无色耶 对啊 射手的刻板印象是超级爱好自由 超级不年耶 嗯 承认吧 你就是爱上对方了 我爱上的她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女人 当她需要帮忙的时候 还是自己苦撑的 我很心疼她 也想陪伴她 但交往快一年 我们遇上了年这个问题 我真的很不知道 要怎么办 我有给过她一个选择题 一个是我做自己 疯狂的 深爱她 一个是我保有理智的 任由她 做她想做的事 为什么你要给她这个选择题啊 她就不喜欢你年啊 她怎么可能选一 选项二 就不会给她不好的情绪 在她辛苦回到家之后 给她一个微笑 选项二 你就是压你自己啊 你要我选 那你难道不知道 我也知道你很苦恼吗 我敢直接选二吗 但是 后者 就不会有前面的激情与渴望哦 那激情是你想要 不是我想要的 哇 我们要持续讲一句 吐一句是不是 我们要吐槽到 吐到体无完肤是不是 第一次我问她的时候 她告诉我 如果她真的要选的话 她会选权者 哦 那第二次我问她 是她的姑姑跟表哥来找她 然后姑姑跟表哥呢 就你一言我一语的说着说 你 你的伴侣太黏了啦 不会我们就是他们的亲戚吧 比你之前的前任还黏耶 你怎么交到这个一个比一个还不好啊 下次换一个好一点的吧 那但是 那我在另外的房间整理东西嘛 就听在我耳里 对我是一种打击跟质疑 质疑的是 我已经有一段时间没跟他们相处了 他们是怎么觉得我黏的呢 打击的当然就是 你怎么可以这样背地的讲我 虽然我的伴侣 从头到尾都没有回应任何一句 但我还是有点紧张跟担忧 于是我又问了她一次这个问题 这一次她就说 你不能折中吗 但是我问这个问题的意思 其实就是想问 我该做自己吗 还是要保有理智呢 想问马格玛丽 如果是你们 你们会选哪一个 可是她已经问你了 不能折中吗 就你练习拿捏那个平衡啊 孙小姐啊 或是孙先生啊 我想跟你说 你给了这两个选项啊 没有人想选 你是做不到二的 我会努力嘛 你会努力 但是我可以告诉你 你做不到 可是她问这个问题 其实就是希望对方选一啊 他也没有让人家选二啊 那他根本不用在意 他二能不能做到吧 我问问了 我问问犯法 没有 就是她没有意识到 她自己是要对方选一 跟逼对方选一 她一直觉得说 我提供一个选项给你 我有这么大的诚意 可是你看她字里行间写的 她是说 你们吐槽还没吐够是不是 她是说 甚至在她辛苦回到家之后 给她一个微笑说辛苦了 为什么这个用甚至啊 这不是一个普通人 平常应该要做的事情吗 不是应该 就是平常会做的事情吗 我努力的压抑我自己 你为什么要把你的情绪 就是逼到极端 要嘛我就是要给你我的全部 要嘛我就是冷冰冰的对待你 你先好好想一想 你自己的两极思维吧 你不能理解我内心浓烈的爱 你爱过人吗 爱过 你有这样狂热爱他吗 有 那你为何不能了解我 当你爱的人进门的时候 你想给他深深的一个拥抱 想亲他 想把他举高高跟他说辛苦了 而我只能用一个微笑说 辛苦了 不是不是 这个问题不是拥抱跟举高高跟微笑的问题 这个年的问题呢 不是外面那些表现 而是心理上面的距离 你当然可以在他回家的时候 你就很热情的拥抱他举高高 但是你不会一直去过问说 你要去哪 你要去哪 我跟你去 我跟你去 然后一直查清 或是我想跟你在一起 这两件事 你做得到 你分得开 有办法吗 你不要做出一些 你做不到的选项 给别人选吧 你先意识到你自己 你真的太黏了这件事情吧 你是狗吗 吐了一口气 然后呢 他还有第二封信 什么 射手男还有第二封 他的字很像女生啦 我会知道你们 就是因为我的伴侣 他的伴侣叫做Light 他是我非常重要的人 虽然说我是Sun 可是我不是那种充满阳光的人 我感觉出来 你是给人家阴影的人 如果真的要形容 我应该是冬天里温暖的Sun 那种暖人心的Sun 你们两个不要再闹了 给一些正面的回馈不行吗 你说我们是不是 对啊 不是因为从字里行间 就会觉得你对你自己的认识 真的非常非常不轻 可是我跟我一般朋友相处的时候 大家都说我是一个很温暖的人 反正这个是 我们透过你的字里行间 所读到跟感觉到的嘛 也许不是这个样子 所以你不用往心里面去 我遇到对方的地方是交友软体 那个交友软体很多人在上面约炮 本来我其实没有很重的得失心 就在一个平凡的夜晚 我们相遇了 简单聊天之后 他很快的就说要睡了 我看到他发送出这句话之后 我就立刻紧张了起来 嗯 你不是说你平常心吗 想着 我不想错过这微小的缘分 嗯 你不是说你没有什么得失心吗 就询问 可不可以加好友 我知道了 他的第一个称呼叫做 鲁蛋 跟这个鲁蛋小姐 开始每天密切的聊天 我就因为这个微小的缘分 踏入了以前从未了解过的议题 跟乐团 第一次跟鲁蛋小姐见面 就我们一起约去听一场小型音乐会 好好奇 你们是第一场听什么 鲁蛋小姐爱听什么 康士坦的变化圈 我刚才心里也是在想这个 到底是什么样的 刻板印象跟偏见 他会带领我进入到那个漆黑 又让人兴奋的地下室 我们随便找个小空位 就地坐下 他还跟我介绍了乐团 跟那天他发生了一些事情 音乐开始之后呢 我就慢慢沉浸在音乐的氛围里 那些鼓动人心的临场感 是我从来没有体会过的 在那天音乐会结束后 我深深感谢他带我来体验 这样的现场音乐 也感谢他没有收我音乐会票的钱 更要感谢他不顾形象的 在我面前大口吃面 促使了我们日后的发展 蛤? 就是他很做自己啊 很喜欢他啊 只有你会一直在乎这些形象啊 对他来说他本来就不在乎啊 所以我会被这样的人吸引嘛 那你不是SUN啊 SUN不会被吸引啊 你到底想怎么样嘛 你这个树洞很奇怪 很爱围嘴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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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诚实树洞啊 诚实树洞 在跟鲁丹小姐日夜聊天之后呢 除了知道他喜欢Life House 也发现了他一直是一位环保小煎冰 每次吃东西呢 都希望尽可能的不制造垃圾 不浪费食物 还会带上很多个环保餐具 为了自己的无数理念 简单来说呢 他是我遇到最特别的人 也让我很崇拜 你们身边也有让自己钦佩的人吗 就在我眼前 哇 你钦佩我 还叫我是狗啊 就是你可以人狗切换 这很屌 我才没有切换 是你的脑子在切换而已 我在遇上他 爱上他之前 对自己的理想型 说实在的 没有什么要求 只是看着过往喜欢过的人 都是长发 以为自己这辈子 应该就是与长发女羁绊了吧 但是事总是难以预料的 我就这么遇到一个短发的他 到现在想起 还是很惊讶 而且对于火象星座的我来说 会这么忠心 稳定 踏实的过日子 也是感到非常意外 最后想要对他说 鲁蛋小姐 谢谢你愿意当我的light 当我的光 当我处于很低潮的时候 给予温暖亮光 希望你有天 会愿意点头嫁给我 你想要问马克 你的太太 是你的理想型吗 还有 怎么求婚 会比较被接受呢 这封信呢 来自于2021年的12月14号 怎么求婚 会比较容易被接受 这个没有一般论啊 每个人不一样啊 怎么了 不是啊 就是你听完这封信之后 然后最后问题是 怎样求婚 比较容易被接受 我觉得很哀伤 就是 你不要这么凶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 如果你真是没有意识到 自己是什么样的人 那你应该想想 你会有这个问题 最后就是要怎么样被接受 这个背后有很大的 不OK 我希望你可以知道 什么不OK 我不知道 你讲啊 我可以承受 我承受得了 我们刚刚都讲了 我可以 你看我就可以 这么理性的给出选择 除非你遇到了 这么独特的女孩 又有超乎常人的耐性 你说引导她 就引导你成长 也许你遇到一个 非常会引导你的人 什么意思成长 我不需要成长啊 你那什么意思 你是说我很幼稚吗 没有 就一年后 他带领你一起走到 你们关系的平衡 你就再也不用选择 你要急冷还是急热 你什么意思啦 你不要这样拐着弯 你直说无访啊 你直说嘛 管好你自己吧 真的是 不要跟我闹耶 马克玛丽 听马克信箱是看到 微靠背的分享 听到现在已经两年了 想要请你们次名给我 小微的狗 小微的狗 想跟你们分享 无家的灾难 小微的狗得知 小微的狗的爸爸搞外遇 还任由那个女生 对小微的狗的妈妈挑衅 回想起来有机可循 小微的狗的爸爸 整晚不回家 对家里的事情漠不关心 被发现后还说 我跟九家女是真爱 用各种言语霸凌 刺激忧郁症的妈妈 有天 我走在回家路上 平常其实走路 我也不会特别往上看 这天不知道为什么 就想抬头看一看 看到我妈站在家里阳台 铁窗开着 我尖叫的往阳台冲 幸好被我抓住 她衣服了一小脚 我知道 那个时候如果只有我一个人 一定拉不住我妈 妹妹是听到我的声音 马上来帮我一起抓住妈妈 就是三个人 把她从窗边抓回来 这件事情影响我真的很深 那因为目睹这个过程 让我有了创伤 我花了很多时间陪伴妈妈 但同时我也被情绪轰炸 妈妈都会说 你爸要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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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好想死 我就一直安抚她 照顾她 一夕之间 我从女儿变成了照顾者 半年后我撑不住了 找了学校的资商 资商的过程当中 资商是问我 你都把别人的情绪摆第一 你有没有好好的照顾自己呢 这段时间以来 我在台中念书 Oh by the way 圣诞节 我有去秦媒看你们现场 马克你好高 虽然我人在外地 但家里又有什么状况 我就要搭高铁 狂奔回家 长期下来身心疲劳 我也了解 为什么大家都说 照顾忧郁症患者的人 很大几率 自己会受到影响去资商 被轰炸的同时 我并没有好好处理我的感受 但我现在明白了 我要照顾好自己 才能照顾别人 如果你跟我一样 有类似的经验 我想跟你们说一声 辛苦了 付上一百元 Yes 好好照顾自己哦 嗨 马跟玛丽 我来自于高雄 超爱你们的 谢谢你们陪伴 我们每个通勤的时间 我要代表高雄人 表达爱意 高雄人站出来 其实我已经写了另外一封信 跟你们分享 我跟一个男生 表明心意 也得到他正面回复说喜欢我 可是却始终不把关系讲清楚 本来想要听听你们的看法 但就在今天 一切结束了 对方说要当朋友 其他之后再说 这个答案对我来说 是种解脱吗 我也不知道 但这段模糊的关系 是啊 怎么不是呢 已经超过了半年多 因为常常疑惑关系 等他讯息 我的注意力都被剥夺了 昨天我再问他一次 不管他的答案是什么 我都觉得没差了 起码我为自己的感情跟精神 做了一点捍卫 只是结局不是happy的 他说以后 我只想回他 去你妈的 干脆一点好吗 都几岁了 还想给我希望 滚 但我是没说啦 我觉得喜欢就是喜欢 不喜欢 真的不要给别人希望 我们已经不是小孩了 坦然的面对 不是更好吗 每一段感情呢 都是一种成长 这是我第一次 主动告白 第一次 为自己想要的 做了努力 这半年来 每一天 他都会传讯息给我 看来 我只是个 聊天的伴 我是来自于高雄的 计算机 我是女生 100块 谢谢计算机 计算机你很棒 You're awesome 今天最后封信 来自于第一大调 第一大调是 Remi Faso La Cito Ray 发跟都要声 Remi Faso La Cito Ray 我是第一大调 我18岁 其实我再过几天 才满18岁 我们可以借这封信 学学高中生 要怎么讲话 去年年中 我认识一位 跟我很像的男生 他是个女生 我叫他Happy好了 Happy先生 跟我差6岁 18加6 24 网路认识的 没想到茫茫人海中 可以遇见一位背景 价值观 爱情观 兴趣相符的人 不抽烟喝酒 也不怎么讲脏话 至少聊了 这半年来的讯息中 他没对我说过脏话 Happy声音很好听 我觉得有好听声音的人 都很难得 所以马克玛丽 你们超棒 我通常都被说成熟 对爱情会考虑 现在 未来 爱情 面包 相对的也喜欢 比自己年长的人 我很喜欢他 当初他也说 我们可以一起努力 维持对论关系 可以沟通解决问题 但现在却不是 我问朋友 是我自以为的暧昧吗 但听过的人都说 他有问题啦 这真的是暧昧啊 这真的是暧昧啊 一个月前 我受不了 我跟他的状态 等一下 你问周边的朋友 你跟24岁人的感情关系 你知道你周边的人 都是跟你一样小屁孩吗 都是17、8岁的人 你怎么会知道 24岁人在想什么呢 你17、8岁的人 没有判断暧昧的能力吗 暧昧就是暧昧啊 你爱我 我爱你 你有点喜欢我 我有点喜欢你 你没有粉红泡泡 那个不就是暧昧吗 老头 对啊 那个是暧昧啊 但是我比你多活了6年 这6年不是白活的耶 就光说在交友软体上面 打滚这件事情 我比你多玩了6年的经验值 这些经验值不是白玩的耶 你在回嘴啊 死屁孩 那我受不了跟他的状态嘛 你猜猜我去哪 Motel 算塔罗 听说老师很直接哦 我想去认清事实 那你都想去认清事实 你想要被骂 那你就知道答案是什么吗 老师说 不会在一起 老师也没有骂我 我问老师说 这段感情我要检讨什么吗 老师说 不用 你没问题 就没缘分而已 不用纠结了 这个塔罗啊 让我豁来开朗 对啊 这真的是一个赚钱的好方式啊 也让我被事实逼迫 提前放弃放下 因为我怕我放不下 但这一次 我想要选择继续当朋友 一起互动 但我失败了 单方面的经营会消磨我的心 于是昨天 新的一年 我要下载交友软体 马克说 看多了人就不会那么脆弱 我要在其中认清男人的嘴 骗人的鬼 我要让我自己变强 加油 加油 我有遇见 三十几岁的稳重温柔大叔 也有遇见跟我个性相反 却又聊得来的军人 有遇见一个本来感觉聊得不错 却一直跟我这个未成年的人狂聊色 一直问我是不是三十六滴 说看我照片打手枪 说要检查我失了眉 要我语音跟他说 想要射在我的嘴里 然后他会传博起照给我 还传他的精益照给我 但你还继续跟他聊下去 你也蛮妙的 也有遇到唱歌好听条件不错 但讲话真的太柔的人 虽然他真的很喜欢我 可是声音我就有点做作 当我听完软体上面那些人的声音 再回头去听那一位H的声音 我眼泪掉不停 原来我放不下 你是声音控啊 声控 使用叫软体让我更了解自己喜欢什么 在意什么 有很多不同的新体验验证了 男人都一样 视觉动物 我会随随收听马克信箱 希望听到信的时候 我已经释怀了 祝大家新年快乐 少一点烦恼 我是乖乖牌 又是相反人格共存的 低大调 付箱一百元 哇 十七岁的少女给我一百块啊 我真的是在 抢劫啊 但是没差 你都会拿去算塔罗 算了 不如拿来吧 对啊 关于十七八岁的判断力 我有点想讲什么 但是我觉得讲了以后 好像对我没什么好处 我就不说了 但我可以补充的是 刚刚我说的那一段啊 说我比你多玩了六年 就要软体 然后比你有经验这一件事情 不是说年纪大的 就一定经验比较丰富 然后或是会知道比较多东西 这件事情 这是不一定的 之前有看到一个心理学的研究 他在说年龄跟智慧的关系 然后心理学家呢 就找了一大群人 有年轻人 然后有老年人 年轻人呢 从二十五岁开始 然后这个年龄呢 算是人生会比较少 受到青少年那个成长荷尔蒙影响 所以算是正式发育完成的一个 生理脑 这样子 然后一直到七十五岁 然后做出来想说 是不是年纪大的人看过事情多 那他们的智慧也会比较多呢 然后做出一个统计学上面的一个相关性 可是这边智慧的定义是什么 这边的智慧呢 说你有没有办法好好的面对生活 好好的活着 测量的方式呢 包括了人生的生涯规划问题 人生的管理 还有你重新审视自己的人生 你有没有一些基础的模型 或是你要怎么样给予建议 或是你要怎么样去回头去审视自己的人生 藉由这样子去评判你的智慧 有五个范畴 第一个是 哇他解释这五个范畴 我也都很想知道 他是怎么样测这五个范畴的 反正总而言之啊就是智慧应该就是我们平常所想到那种 很有智慧的人 人生智慧 人生大智慧这样 对对对对 不是那种什么很聪明 或者是 不是那种什么生活常识啊 会解决一些学术上的问题啊 不是那种知识型的智慧 不是不是不是 是人生上面你可不可以有长远的反思 然后你能不能给出一个很有用的建议 而不是就随便讲讲那种 大家都通用的通论这样子 那这个研究呢就说 其实年轻人跟年老人 看起来好像老年人活得比较久 他是不是可以给出一些比较实用的人生建议 实际上是没有相关的 就是那条智慧线是平的 甚至有一点点负的 那Adam Grant这位心理学家呢就说 其实不在于你活得多久 而在于你去做了这件事之后 你有没有把它记录下来跟好好的反省 这才是重点 这是获得智慧的方式 那对于一个你活了很久 可是你却没有对你的人生进行反思 或是去想我可以怎么样做得更好 怎么样优化的人来说 你活再久都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Osmicke这该不会就是我们常听到那一句吧 你不能决定人生的长度 但你可以决定人生的宽度 对之类的 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作节呢 志福大家 不晓得2023目前 你有跟着我们的玛丽在挑战吗 其实每天看到大家的回馈 是很开心的一件事情 虽然说没有办法每个都 可能转分享 每个都有办法给你回个爱心 但是你可以确实的感受到 有一些人真的已经在一开始体现到 自己有一点点小小的改变 而且他因为那些小改变在开心 就看的人同样也会非常非常的快乐 没错没错 那每次的日历啊 因为我们去年已经发了一本了嘛 所以我们会知道在第一个月 第二个月的时候 大家都还是很兴奋这样子 那这一次呢 因为加了一些挑战 所以兴奋的程度会有 不一定啊 有些人很兴奋会去挑战 有些人就已经觉得 我已经做不到了 那我就完全放弃 就一开始有几天做不到 我就全部都不要了这样子 那希望不要这样 我们还是可以每天继续的挑战 我现在看到的 我从早上发了一篇问说 有多少人每一天都有确实做到 目前差不多3500个人看了这个限动 真正投票的大概不到300个人 已经放弃的有65个人 有20%的人已经完全的放弃了 每一天都有持续确实做到的 有42个人 占13% 那今天我们录音的时间呢 是1月11号 所以就是这一本日历呢 才进行了10天 真正有做到的 已经剩下差不多10%了 但还是希望大家可以继续的前进 因为还有一个选项是 我的确是有没有做到的 但是我会继续挑战 这个选项超过了五成以上 希望大家都继续努力啦 这个挑战呢 也不是为了要 跟谁比较或干嘛的 对对对 不是要让谁觉得很惊艳或是干嘛 那是一个你自己今天起床看看说 今天有什么事情来看看 这个好像可以试试看哦 或是这个很简单 没有问题 或是这个好像 我真的觉得那个宇宙的力量很可怕 我竟然在录影的那一天 你就六点起床 对隔天早上人家跟我说 你知道明天的那个玛丽是六点起床 我还想说是在唬我是不是 我们自己讨论过根本就忘了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们要在一个周末 逼人家六点起床 然后我想说天哪 人家会不会以为 我已经知道我自己明天这时候要录影 然后我故意在那个时候 设一个我自己办得到的事情这样子 我就是神之预言家 神预言家 神之预言家 不要再算塔罗啦 有那个问题 你要把钱给塔罗斯不如拿来抖内给我 欢迎大家在新的一年 多多宣传清点教 让我们一起把清点教发扬光大 欢迎来到本周马性救世主的时间 维热说 女儿们的第一个过年 根本就是在练财 等妈咪帮你们开户后再存进去 谁能够找到我 大家好 我们是4Life Design 我是小编 国外咖啡厅爱用茶壶茶杯 终于在台湾也可以买得到了 茶包茶壶礼盒持续热卖中 欢迎使用点有优惠码 Dear Marcy 向独家优惠 Rat妈妈要祝自己跟老公阿星2月生日快乐 新的一年除了安太岁 别忘了买个小礼物 安家里的太后哟 快搜寻达菲斯香水美财 诶等一下 为什么香水只有太后可以用啊 男生也是可以用的吧 还是说 我就是个太后 不是 我是石浮静 眉毛大师 祝大家上班愉快 努力工作 放假时才能大玩特玩 EGG 安安 CJS Bargainout 签到 桃圆阿强 2月终于到我的生日了 希望今年也可以身体健康幸福满满 千点叫甜不知耻 醉人1号 谢谢汤爸汤妈 期待未来的一世有猫 开工啦 霍比林 集中点有们的兔年红包 让我们可以在沙城一片红海的 集运市场中生存下去 台湾集运第一品牌 霍比林 快来私讯 我是点有 领取永久 专属优惠家吧 永文说 最近突然什么都不想做 脑袋也动不了 想要请教主教母给些建议 加入一个podcast频道 叫做养成好习惯 每天听10分钟 你就会有动力了 最后是杨老板 希望2023年 我不要再因为想工作的事 而失眠 感谢以上的马姓救世主们 青春点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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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可